傷害就是一切 連職業賽都開始出現的英雄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們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呢我們帶來是勇 也就是王者的小魯斑 這位英雄呢不管在兩邊都是相當的紅 最主要是呢我們的巨大傷害 然後是我們的招牌 基本上呢一旦裝備成型 要秒人呢可是輕輕鬆鬆 大概呢一槍兩槍的事情 如果一槍補不掉呢那就再補一槍 而最近呢在職業賽也常常看到勇 而且呢也有不錯的表現 我們來看勇呢其實他對上大部分的英雄 我們都要有守殘的優勢 對限期呢 只要穩定的使用二技能跟被動 就可以穩定的消耗 唯一手比我們更長的大概只有 射的非常準的樹 不過呢這版本 主要是競技來源太過穩定了 如果呢對限真的打不夠的話 只要穩招穩打的好好發育 盡可能的不要露臂 還有這件事情可以做的呢 那就是練好你的二技能 如果呢你二技能能夠穩定的每一發 都射在敵方射手身上 那不單止呢會觸發鏈鏡賺錢 還可以呢把敵方的血量壓制 輕易說從人壓到半水一下也不是問題 敵方血量越少呢會越怕走出來 畢竟呢還是會怕中路打野怪抓的嘛 而這場呢我們有搭配皮皮 皮皮基本上呢跟勇士很大的英雄喔 我們的唯一小缺點呢就是沒有位移技能 腿比較短 而皮皮呢剛好給克制了 這名魚變成一顆球球 成功的擊飛帶走 除皮皮以外呢 像是一些寶牌角呢都很適合 像是海魂呢還是提米喔 而我們的唯一關鍵呢 前期對線輸贏關鍵 沒那麼大 最大的目標呢還是發育 一旦有錢呢 就能夠秒天秒地了 盡快出關呢才是重要的 而勇的主要流派呢有三種 一種呢會出雷電擊為主 另外一種呢出龍骨劍 而第三種呢向我們出聖劍雙刀 奇怪的是呢 這個主要的玩法一直都有變更 之前呢很流行暴擊 而目前呢更流行龍骨 可能呢龍骨是為了打大象打沙尼 不過啊其實在你買到 兩三件裝的時候 傷害打出來呢並不會差太多 像我們知道出裝的好處呢 是比較平衡 平衡這個字好像有點低估喔 應該是說極高的爆發 那我們這三件裝備呢有 很高的暴擊率很高的傷害 而買出誠信呢 不管是對脆皮還是對坦克 他還有百分比的物理穿透 反正就是打誰都很痛那就對了 我們不用特別指定誰喔 畢竟我們的攻擊是貫穿性的 所以呢就打最近的 所以靠近我們就打誰 打誰都會超級痛 勇的身體操作呢並不會太高 我們也沒有什麼很精密的操作 不用特別快的反應 最重要還是意思了 你要知道呢敵方的威脅哪些 所以呢你要好好的走位 躲開那些威脅 以這場來說呢我們最怕的就是夜叉的綁 再來呢艾瑞的綁 再來呢就是被刀鋒跳到 艾瑞的綁呢不一定會出問題喔 他一個人綁到我們呢 或者他隊友位置很差的時候 也不能夠跟上 夜叉的綁呢就很麻煩了 被他綁到呢我們應該是打不過他的 只要呢他有確定的把技能按出來 而刀鋒的話呢 就要看他的經濟發育了 他很肥的話刷過來我們就沒了 可是以這場來說呢我們比較肥 所以呢沒有很怕他 正常來說呢我們只要自己走位好一點 就沒問題 搭配個瞬移呢就是我們的保險 而這場呢我們還有第二個保險 那是我們的皮皮 皮皮呢非常的皮喔 還在我們呢主動的過去給艾瑞咬 感覺呢是有一定的專精度的 好幾次呢還主動吸我們起來去撞人 這邊呢一個連續控制的展示 先暈眩再擊飛 不過呢敵方這邊人比較多 我們也不用急著撤退喔 先幫忙補輸出 補到來呢有換掉他們的打野 那 那算賺喔 輔助換打野呢有賺 畢竟呢輔助很多時候都是光些看視野 而打野的話呢只需要時間來發育 射掉這隻零鳥 那我發現呢泳的造型還挺好看的 像我們的被動呢 還會有藍色的光 各種散角性 看起來還挺酷炫的 確實呢不負我們的傷害 這邊呢我們赤魔龍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點 你看這個夜叉 心懷鬼胎 不過呢這邊我們的凱克其實感到 有趕走夜叉 而我們也收掉了最近的木家嘴 再來 激活秒掉的刀鋒 剩下的 射手呢也很難做事情喔 帶走敵方卡芬尼 擁打卡芬尼喔並不會太難喔 我們手比他長爆發比他高 不要不要近身呢基本上都沒問題 出招一模文 出裝部分呢可以造出這一套啦 或者呢達成榜中的其中一套 基本上呢差別不大的 有沒有發育成形 有沒有把裝備埋出來比較重要 這套呢我認為比較 各方面都平均很好用 四血弓的話呢 你也可以改成王者劍 或許喔你很有信心的話 也可以把復活甲改成王者劍 不過呢高段局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出復活甲了 畢竟呢高二手一定有辦法可以接近你 硬把你換掉的 如果一個人換不掉呢 兩三個人總換得掉 所以呢復活甲挺重要 有個復活甲呢敵方就會降低了 強化你的意願 那我們就會有更多的輸出攻堅 所以啊復活甲你以為他是保命裝 其實呢他是增加輸出的 這邊沒辦法了 被緩速緩到 不過皮皮太早放我出來了吧 嗯 沒什麼問題 這邊我們還在安全的位置 不過呢附近沒東西讓我們吸血了 這一招我們還沒賣出四血弓 吸血呢單純是靠奧義的五顆奪萃 基本上呢我們玩射手 打野之類的烏龜橋 都會塞三到五顆的奪萃 每個招號都不一定 有塞就好了 至少會回血 打一打呢我們血量又回到 比較 比較健康的登記 有機會的話呢就要點塔喔 點塔是射手的主要任務 這邊呢我們稍微皮一下 點一下被動呢來消耗 發信號呢叫隊友齊來吃開 這時候呢凱撒推塔呢 是我們的最完美劇本 這場呢主要是前期 穩照穩打的發育 用二技能消耗敵方的射手同時 連進 更加快發育 中期呢我們只有保守的發育 可是也要主動的強經濟 再來是團戰的時候好好走位了 這邊呢感覺可以打最後一波 敵方的安慰衝了出來 咬了我們的皮皮 他瞬移加過了 我們先輸出一波 沒問題 下路高地已經退了 身中跟上 夜叉也在 這裡也被夜叉順過來抓到 我們要被換掉了 可是敵方位置也很差 最後是一個一換二 一換二呢還算可以 但是呢敵方在這個時候被換掉 他們的主堡個人就守不住了 那最後就撤尾主堡遊戲結束 以上呢是在勇的實戰解說 勇呢是一個不需要太多操作 以發育為主的英雄 一旦裝備成型呢 傷害非常的恐怖 直接選手呢選他出來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最後呢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教授